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接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怡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最近在网站媒体上发现了一个影帝周润发哥 在跑步行山时 被人发现了为什么他前臂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肉粒 开始因为发哥好得闻心 纷纷很多人觉得 会不会发哥的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在媒体上留言 又说他肩膀有包 是不是脂肪瘤 要不要去做手术 看来很可怕 因为他比较健碩瘦 但是这些就变得很明显的解释了 袁先生 可不可以帮听众说一说 发哥这类型的情况属于是什么症状呢 我也有机会收到这个资料 最近又看到一张照片 原来他的环柱的前臂有6-7粒 应该是脂肪瘤而已 叫做Lipoma 根据医学上的资料 例如我这本旧的Murks index 我读医学院讲的时候 9年前的那本书 其实这个资料是很简单的 通常脂肪瘤是一种皮下的肿块 通常摸下去是软的 因为是脂肪 是软的和是鱼动的 可以动得到的 在皮下 皮上的通常都是正常的皮 所以摸下去 你看到皮肤没有什么 只有一粒粒粒出来 软的一粒粒 摸下去是滑滑的 软软动动的 有时候病人只有一粒 但也有时候有几粒 通常在女性多过在男性 很多时候会出现身体方面 例如背部 腹部负便 颈部 颈部 以及前臂 你看看 周圆发的应该是前臂 通常这些脂肪瘤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大部份是不痛不成 没有东西 但偶尔可能会有点痛 通常在临床上看一看 就大概知道什么事 当然也有些人做Bioxy 抽组织看一看 看看 尤其是成长得特别坏 可能不是简单的脂肪瘤 其实脂肪瘤是很少会变成良性的脂肪瘤 通常没有人特别去做什么去治疗 除非它是特别困扰 有些人会用开刀的方法 就切出去 或者用吸管 用抽脂肪来吸出来 我过去也遇过这些病人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小孩 是一个男孩 我见他检查后发现 他背部有几个疙瘤 他妈妈说原来他小时候有脂肪瘤 他就选择了做开刀 问题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仅是一粒 也有几粒 所以他开刀 他好像是这样的 他开刀之后就没有了 但接着没多久 在其他位置 又散了 又去开刀 结果那些疙瘩已经在了 但当时是这样处理的 问题就是这样 你的刀是不能够跟着病的展解出现的 体质有这样的倾向 你身体会前不断的 如果能够用同样疗法去医治它 有很大机会令它不会再出 在同样疗法里面 这个疗剂也不是很多的选择 很简单 最常用的疗剂是属于Beretacarbonicum 如果大家认识同样疗法 都知道Beretacum这个疗剂 是某一种病 这是我们所说的首选的疗剂 如果你发现脂肪瘤是痛的 又红的 你碰它会痛的 那种蚌蚌蚌痛的那种 我们就会想Beretacarbonicum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看人们的体质 比如碳酸钙 碳酸钙是常用的大疗剂 就是整体的疗剂 通常遇到病人 因为脂肪瘤本身没有症状 你知道的脂肪瘤 但又不痛又不成 如果完全没有症状 有时候我就要看病人 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体质 碳酸钙是其中一类型 很容易会出现这种症状 碳酸钙的人 通常会容易出汗 尤其是额头出汗 怕冻风 喜欢吃鸡蛋 甚至习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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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很容易便秘 和酸酸的 酸的 酸的 必须出生汗酸 你闻他的头 酸酸的 多寒 这种体质的人 有这个症状 我就会用Carray Carponicum 当然 我们要用多些时间 用Low Potency 因为要长时间用的 另外一种就是硫黄 有些大疗剂 流氓通常是热的 怕热的 还有手、脚、头都很热的 皮肤有干 还有人看上去好像是衣服 不干净的、不整齐的 冬睡、西睡 没什么所谓的 通常是不中洗凉的 有种吃甜品的 如果这个是热的 还有盖是冷的 甚至怕冷的 这是怕热的 这个就是流氓的疗剂 另外一种就是脂泊 Zuria Occidentalis 脂泊是 基本上任何身体 有些不寻常的肿瘤出现 我们都可以考虑这个疗剂 所以脂泊是打针有关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病人 病历的时间 是看到原来是因为打了针 或者新闻仔的打针 或者大人的流氓针 才完全出现问题 我们就会考虑这个疗剂 这个病其实第一不是很重要 第二就是如果真的有很多很显眼的 开刀就会令到很多疗剂 那当然可以考虑来试试和疗剂 谢谢袁医生和您分享 虽然刚才看过脂肪瘤 其实不是很大严不重的问题 但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 讯号给大家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要去认真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如果有些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r-c-e-w-a-d-i-o.com 或上YouTube搜寻治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怡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